大家好,今儿个啊,在家呆烦了,我带你们出来溜达溜达,出来之前啊,我给女王发了一个微信, 今天她非让我上他们家创个门,喝个下午茶,我进入了下午茶就算了,你就给我弄一瓶二锅头,来个拍黄瓜,来拍肉培冻,就行了。 我今天就跟朋友们一起看看这个温莎堡,因为咱也没去过,这女王挺热情的,我也怕我拒绝啊,行嘞,我现在在伦敦的帕亭顿火车站,我现在先去买票去,我给朋友们说这票价多少钱去到女王的家。 这一张票呢,是这个来回票啊,当天去,当天回来,是六块钱,六英镑,因为呢,她不远,是吧,就跟咱北京那个 就是义和园似的,是吧,慈禧太后,当时不是就算是,啊,度,度假吧,是吧,这个也相当于义和园差不多了,所以这票也买好了,得了省命陪君子,就是上女王的家,去一趟,啊,走。 好,我们现在上火车了,火车就要开了,那个从伦敦啊,到这个温莎堡啊,应该是十五分钟的火车啊,就相当于咱们去那个义和园,香山,啊,挺近的,因为这个女王的家啊,是啊,我们刚才说了吗,跟慈禧太后一样,她们俩能互相语拼,因为都想这个夏天啊,找个凉分点玩去,是吧,所以呢,女王呢,就找着, 温莎堡啊,所以再后呢,就找了一个人,是吧,咱们今儿呢,也不能光让她们玩,是吧,咱也得去那儿看看你啊,估计这女王的肉鱼豆,她全部冻上了,在冰箱里呢,是吧,我去网了,就该画了,是吧,待会儿呢,到女王那儿呢,到温莎堡那儿,还得坐一个,一百年的左右的这种蒸汽火车,因为它是一个在小村里头,那这个古堡呢,建了一家, 一千多年了,所以呢,当时没有路去的那个,温莎堡,所以呢,她就坐了马车去,后来呢,有了蒸汽火车以后呢,哎,有个小火车到那儿,所以呢,咱们让人看看那个,一百年左右的蒸汽火车, 一看这包,我就开始想,想一歌了,想,想那个,我们是蒙汽的红霾,我跑掉了,咱们是蒙汽的红霾兵, 从朝远来到天门,不遍地鸡海,恒死活活,转走向西洋路云, 就是唱着这歌,去温莎堡,过去唱着这歌,去农村插队,啊,时代变了。 原来是蒸汽机的老火车,现在呢,这老火车可能开不动了啊,坏了,所以她把这个火车改成新的了,但是把这火车的色呢, 啊,啊,朋友们,你还记得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咱们中共那火车也是绿的,是不是,绿色的啊,没辙了,咱们,咱们坐马车来吧,啊。 朋友们,我们经过了21分钟51秒,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温莎城堡的火车站了,啊,在我身后呢,这列火车,是专门给女王准备的, 啊,这个火车,是1894年的火车,啊,现在呢,已经开不动了,就跟我说了,已经走不了,但是,她这人还在呢,她这车还在呢,啊,所以这个,那些火车呢,都没有纪念意,啊,朋友们,来,跟着我的镜头,啊,看这个女王的火车,啊,真够漂亮,啊,它是由女王英国的标志,啊, 这个,这个,当年的这个,这个,就是这列火车,啊,女王从伦敦,啊,回家来,这个,休假来,是吧,啊,咱们那个,咱们那慈禧太后,不知道了,有没有火车,是吧,朋友们, 我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温莎城堡呢,面前,啊,这个城堡呢,是在1074年建成的,跟咱们那个故宫呢,差不多,啊,古宝呢,用处呢,就是基本上呢,这个女王呢,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啊,在城里待凡的时候呢,她就上农村来,啊,啊,啊,住两天,啊,这里边呢,一共有一千多间房子,啊,现在呢,她这个,孙子,啊,哈瑞,还有那个,麦根, 啊,她们俩现在呢,就住在这里边,啊,女王呢,是一个星期回了一次,是吧,现在她走路也不太方便了,啊,而且她那个爱人呢,就埋在这里边了,啊,女王也说了,等她将来,她要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呢,她将来呢,也会埋在她爱人身边,啊, 好,朋友们,跟着我这镜头呢,咱们走走,刚才我问了一下这里的门票,啊,现在呢,这门票呢,是二十七英镑,啊,我待会看看我这钱,够不够二十,二十七块钱,然后如果要够了的话呢,我就带朋友们进去看看,如果我的钱呢,要不够的话呢,那对不起呢,那咱们就在外头,看看就行了,是吧,大家伙别埋怨我啊,因为我本人呢, 比较抠,是吧,比较抠,从小就穷惯了吧,身上也没什么钱,啊,那个,待会呢,我,咱们看看,我这老年镇,能不能便宜点,要便宜点,我就,带你们进去看看,啊,朋友们,真对不起大家了,你,你没看我,我,我到这门口了吧,我这钱都给准备好了,我说今天也豁出去了,啊,要不说请朋友们看看这个,这个温莎,古老啊, 那我花点钱算什么,是吧,结果还,今天还正关门了,估计今天这女王顷客,是吧,估计那肉皮洞全给我做好了,拍宝负什么的啊,这到现在呢,我这把门关上了,我这拍宝负我估计我今儿也吃不上了,是吧,今天,我骗你吧,今天他,没开,今天没开, 不开门吧,有钱都没用,有钱都没用吧,有钱都没用吧,明天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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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有开,今天没开,今天没开,那那你也懂,你也白白了,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你知道的,我知道他没开,我过来看一下,那你为什么不照着我啊,他不开,哎呦,我加我微信,哈哈哈,感谢你啊,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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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啊, 。 那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参观参观,这个小镇子吧,是吧,这个温莎这个小镇子呢也是特别漂亮,因为它有女王这个存在啊,所以这个小城市呢,它特别那个安静啊,而且特别这个, 有钱啊,在这个小镇子里住人呢,都非常有钱,都是这个中产阶级啊,这个贵族啊什么的地方啊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Yoseley,你住在这里吗? I think they want to know you. Which part of the island do you come from? Carabin Carabin Beautiful And you've been there actually? Yes,yes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here? Can I do? Actually,I've been there. What was that here? Ur Oh,thank you very much. Oh,thank you very much. 咱们这中国伟大,就伟大的啊,在英国的这片土地上啊,就连在这个温莎城隍还有100多米的地方啊,我就发现了咱们的春菜馆,你说这玩意儿,咱们这中国的美食,它简直是传遍的。 它变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四面八方。 朋友们,多少我得让你们看看这春菜馆啊,对吧?来。 中国公司,我已经闻着这个羊肉丝,辣子肉丁的味儿了啊,酸菜鱼啊,还有那个香大锅啊,烤鱼,烤鱼啊,重庆火锅上的啊。 我们的,我让你们看来,啊。 你好,这点是什么菜啊? 你这春菜馆一进了,嘿,真有点的意思啊。 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典型的春菜? 水煮鱼回锅上都有啊。 价钱怎么样?水煮鱼多少钱?二十六块大幅。大不大? 很大一块水煮鱼。还不要有。 有没有酸菜鱼? должен多少? 一个价钱。 在英国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这种自来水管子 所以你要是渴了不用买水 随便就能自己喝点 像咱们中国小时候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凉快凉快 我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这个英国的文化 还有这个温沙堡的这个小镇子 我估计在我后面这房子上面写的是1718年盖的 估计有四百多年了 但是呢这胳膊肯定是盯着过 这拆先半的死活就拆不走了 但那个房子呢已经都倾斜了啊都歪了 但是呢看来啊这文化啊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呢这哥们儿还愣不走 如果下次再有朋友来这个温沙城堡的时候 我当警卫是吧你们随便借啊 我这温沙城堡一尊都不要随便借啊 今天我是当警察 中英人民友谊万岁 得了应该 哎呦 多分 自来水喝足了啊 该到吃饭点了啊 今天这个不巧了这温沙也不开门了啊 等有机会的开门的时候 我一定再回来一趟啊 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但是呢今儿你们看到了 这个小镇子啊 这温沙的小镇子 特别可爱 特别古老的小镇子啊 将来呢有机会的话呢 我一定会把这个英国的这个大街小巷 城市农村啊 小村小店啊 都给你们录下来拍下来 然后如果朋友们要感兴趣的时候呢 都给我留言啊 告诉我 我得让你们喜欢这视频呢 要不我费了半天时间 做了半天视频 没人喜欢 我多郁闷啊 啊朋友们 告诉我一下 好吗朋友们 那今儿咱就到这了 明儿见了您呗 明儿见了